阿彌陀佛,各位善知識,請大家合十三清 那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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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知識,我們今天繼續起信論和大家結束了 首先,我們先讀一讀,這裡我們展示出這段法語 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痴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 我們上次粗略跟大家講解,今天要補充 餘下這段資料,我們會解釋到多幾句 由於中間牽涉的道理是互相交集的 所以我會有少許重複,希望大家盡量明白那種道理 因為釋迦這個境界是實正的 用文字去講出真語的道理,是屬於文字般若 當然也要藉助佛教相應的名相 所以要比較繁複和大家講解 稱為依言真語,依照佛所講的言教,將道理演繹 正所謂當年方倫居時開始有幾句說話 但這句說話要補充一點,因為很多人會誤解 當時說,一念未起時,就是天地未生之時 這個時候,根生氣界,一切無有 到了一念生起時,不管是善不是惡,都是三界六道醫症的緣起 但這個意思是說,我們網念未產生的時候 根本上是無有一切天地眾生世界 這個所謂的網念未生,不是說你現在 有些人可能會執著這個網念 佛教說,不要打妄想,不打妄想 什麼煩惱都沒有,一切世間境界都沒有 我現在不打煩惱,我嘗試一分鐘沒有煩惱 為什麼天地世間,我自己這個人,這個政部 以及因我而有的所有災害環境的醫部都有呢? 這個時間,這個所謂的一念未生 這個網念未產生時,是指無此以來,無此劫以來 不是說現在,你當下,一時間,你說我不起網念 其實當你說我現在不起網念,你已經在起網念 為什麼呢?你之後說什麼?我不起網念 那你說,這個在手術室裡絲蒙的人,麻醉絲,麻醉了的人 他要做手術,他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他沒有網念呢? 告訴大家,這個網念是指政治現前 這個人被這個藥物絲蒙在手術室裡的時間 當時他的情況是分尋了,何來有政治現前 不是政治現前 如果你說不起網念的時間,石頭、木頭都不起網念呢? 他沒有政治現前,沒有正確的智慧現前 所以不要將佛教的名稱誤解,妄念不起 所以有些外道,他進入這個無想定 入無想定的時間,就以為什麼都沒有了 他當時的我執刑是存在的 所以無想定,起不到佛教,這個般若智慧 不能夠貫照真理,不能夠起子貫,不能夠成就這個定位 所以聖一法師當年說《六祖壇經》說《金剛經》 都強調這個 外道的無想,不是佛教的無念 無念就是《六祖壇經》所說的 也都是《金剛經》所說的 無念就是念真語 無想就是無想定 正所謂如果你的定力高深度去到這個三界 那個無色界,這個飛上飛飛上處天那裏 遙經八萬劫,終須墮胸亡 你即使有八萬劫的生命,入了這麼久的定 但始終定力盡的時間,你的熱報現前 你繼續會墮落三界裏面的可能地獄受痛苦 沒有造業,為什麼會墮落地獄呢? 就是因為你無量劫以來有地獄的種子做了 靠定力,你的生命暫時未終結 生命未終結,你就未墮落 業務盡就墮落 所以正如仰天蛇箭一樣 你的箭去到勢力盡的時間都會掉下來 由此就是說,這個網絡 方輪居士當時是說的 如果你看方輪居士就註解他寫得非常好 但你不要誤解了這個網絡未起事 不是說我現在不起網絡,你當下已經在起網絡 我,那個我執就是網絡 那你睡一覺就有網絡 如果沒有網絡,你怎麼會發夢呢? 你說我一覺睡到天空,沒有發夢就沒有網絡 你怎麼會發夢呢? 當你有發夢,就是調舉 發夢的時間,你說沒有夢境,那個就分尋 都是政治不起 所以即使外道,他以為自己不想東西 當下就著了那個我,不想東西的我 所以這個是屬於無想,不是佛教的無念 無念的念真語,就是和法性相應 有機會是見性,甚至是正式登上菩薩的境界都不出 所以即使是肉界、色界、無色界 色界定、初二、三、四、禪 都是用世間有流的禪定去壓抑自己的網絡 但仍然有網絡被壓抑這個情況 所以即使你初二、三、四、禪 收這個色界限定的時間 這個色是色身 都未能夠離開生死 都叫世間有流禪,不是出世間有無流禪定 你說如果我想要生死奪輪迴 是不是表示現世不好收?又不是 你可以收 你把這個收定的公德迴向 阿彌陀佛的淨土 你就可以將它作為淨土之良 如果不是的時間 盲目靠自力 以為靠定力可以出生死的時間 即使你進入初禪、二、三、四、禪的時間 在禪定之中死亡的時間 你最多生上四禪的禪天 都是出不到三界的 所以不要誤解這件事情 如果有人說 當年佛是太子 釋迪多太子 釋迪多太子 釋迪多明星 豁然開悟 都是淨定 他是太子 他是太子 已經在等各布沙 你跟我是什麼呢? 加上釋迪多太子 釋迪多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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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樹下、金剛、座上、成等、政覺 但他是佛,當時已經是等各菩薩 是示現 我們作為凡夫來說,憑什麼定義可以令你了生死脫論回 《喜信論》中,馬明菩薩慈悲說出了 一切邪則皆依我見 若來我見則無邪則 事我見有二種 未來《喜信論》講到什麼叫邪則,什麼叫我見 人我見也就是法我見 即是我執和法執 我執都未曾除 三屆都未曾出 不要說登上菩薩道 所以由此就說 這個 要收止觀 要收止觀的必要 止息網念 觀是觀照真理 未來華榮菩薩會繼續講出這個道理 而要借做這個教義 要借做這個教理 才可以收止觀 如果不是時間 你只不能夠管 如果你說我收禪 禪定就不借止觀 不借做經教的道理 但這個 時在末世的時間 有多少個有這種能力 所以當年有人向天台中第四十四代祖師 譚美魯法師請教 收止觀和收禪 還是有什麼不同 參禪和收止觀 子觀是要借做教義的 參禪就不需要借做教義 但你有功夫 現前都要借做經教 去證明你當時的禪 是否正確 所以 才有講出末世的時間 念佛是最穩當的道理 所以 一念未起時 就是天地未生起遲 你說我現在 嘗試妄念不起 又不起妄想的時間 那天地是否已經生起了 所以 一念未起時 是指你無此劫以前 不是說你現在 所以天地已生 你現在的壓服 你的妄念來說 都是強壓 不是真正去妄念 這個根深器界 根深就是這個肉身 根深就是我們眼耳鼻舌身 以六根成為這個肉身 也叫做根深這個身體 氣界就是氣世界 就是好像氣冥盛在這個成物一樣 我們是氣冥中的水 一碗水就是水 一碗飯就是一個碗去盛在 一碗飯就是一個碗去盛在 我們既然是眾生 我們處於哪裡呢 令我們所存在的世界 這個等於氣冥一樣 就是這個娑婆世界 就是這個氣界 氣冥的氣 界別的界 所以一切無有 到你一言生起時 不管是善是惡 都是三教六道醫政的緣起 所以你們看 喜順論 直接看證文好 或者看大德高僧 大德居士的註解好 你都要過得到佛教 這個基本明相的解釋 如果不是時間 生吞活剝 就沒有好處了 所以善事善惡 都是三教六道醫政的緣起 既然我們現在面對的 都是有善惡 有相對這個世界 有這個眼耳鼻舌身 而所面對的色聲 向未觸發的六種陳景 證明我們已經在煩惱之中 現在在惡夢之中 所以佛 與我們眾生相對 佛 就角後空空 無大千 大千世界空了 對佛來說 一切都是精靜的佛道 對我們來說 夢裡明明有三教 你明白自己發夢 那你出了一個夢境 尾 尾 尾 所以 尤子則說 我們要了解自己的情況 從文字方面 理解的道理 就已經取向解脫之道 但未曾經過如實的修行 以及證悟 始終都是凡夫的力量 正如文殊菩薩說到其力未充 我們雖然有這個道心 有法這個大乘願 要修這個菩薩行 但我們未曾因為真正修菩薩行 而有這個道力產生 沒有這個修道而產生力 就不能夠 了生死脫輪迴 是要借作佛力 所以說念佛求生淨土 這個道理 所以 其中 所面對的境界 千痴萬別 有苦 有樂 有信有逆的境 正所謂 根據網念 做種種業 產生十二有之 這個十二有之 佛教授說的十二因緣 是輪迴的因 無名生行 行生息 息生命 息生六入 足受愛 取有 生生露死 十二因緣 這個小成修行人 他依這個 自己縮世的善根力 或者依照佛所講過 十二因緣的道理去修行 他能夠了生死脫輪迴 所剩的果衛 就是小成衛裡面的 匹之佛果衛 這個時間就叫十二有之 什麼叫做有呢 這個分支的之 這個有不是好弱 是有生死輪迴的因果 所以這個順其情況去說 就由無名生行去到生死 這個叫做流轉門 正所謂這個墮落的門徑 是永遠解脫不了的 你想能夠解脫就要幻滅 正所謂逆流而上 自己的幻滅門 一路由生死一路反 一路功夫一路 最後這個用功 最後了這個無名 再能夠了生死 那都是小成的功夫 了這個分斷生死 那個精神的變異生死未斷 要修菩薩道 去向這個無上菩提 才可以二死永斷 所以佛教講這個修正 這個小成大成的修行的途徑 所以 世俗裡面講到這個 一般講到這個生老病死 所以佛教裡面有時候 簡略可以說是生死 了生死 即是解除這個生老病死之苦 的簡稱叫做了生死 生死盡 肉體的輪迴就可以免 這樣時間來說 所以 由今天盡到未來 其間一切一切 都是循網念而有 所以我們所做的因 因為網念而做 所以所受的果 都是因為網念而受 這個時間來講 但網念有正反的 我們未依佛教 未曾有佛法的指引 我們就侵這個網念做惡業 但如果我們依照佛法的指引之後 學到佛法 就是依網念而做善業 為什麼做善業都是網呢 一瞭解這個網 佛教所說 這個網境界一定不好 未來喜庶論會說 但網心有好與不好 你迴鄉暴堤 這個 還滅門 這個都是屬於網念 為什麼呢 你本身已經是佛聖 為什麼你還要還滅呢 但問題是你沒有人發 現象我們是水中的 代救眾生未能上船 需要救助 但到了彼岸的時間來講 成佛作祖 你根本沒有所謂登上彼岸 因為本來已經在彼岸 所以網心是有正反的 但網經界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以網念 如果以網念解除這個網心去講的時間 如果這個網心不好的網念 就有很多煩惱產生 所以就輪迴不適 所以若來網念則境界滅 依政二報就同入裂盤了 這個講了幾句 但修行來說是三大柯爭其劫 所以說網警界不滅 我們做業的網心未曾中 我們做業的網心未曾中 還要有依正二報 正報就是我們這個肉身 依報就是我們所有的警界 能夠依正 都能夠融合的時間來講 就是成就這個裂盤境界 所以佛正裂盤的境界 是否有 當然佛所處的叫做常直光證土 是否有的叫做常直光證土 而另外有佛 佛在常直光證土裡面 原來不是 原來佛和常直光證土是合一的 這個時間來講 無有我 無有法 兩種執著 這個自然是大乘至極之談最終的境界 所以你不要說 這個我們眾生現在 是凡夫處於這個生死論壘裡面 這個凡聖同居土 正如一碗水 水又在碗裡面 這樣的時間來講 有所謂水有所謂碗兩樣 有所謂水的避性載這個碗 能性載 有些眾生依入眾生所住的世界 但是去到佛境界 佛正到這個常直光證土的時候 現在身土合一 沒有所謂佛身 沒有所謂上直光證土 本來都是真如 這個自然是究竟的境界 所以說佛教是不義法門 一二的二 一二三四的二 但我們現在還在修學的時候 學習的時間 這個未曾有實正的功夫的時間 仍然有人我 仍然有我法義執 仍然有執著 這個是自然的 這個時間 當年方倫居是引起《袁國經》 《袁國經》和《令嚴經》和《大乘喜術論》 是佛教三部很出名的經論 而 也因為《袁國經》說到 不是說到這個佛的境界 但問題是這個佛講出它自受用的境界 我們眾生不是佛 就不能夠享用這個自受用的境界 只能用文字 以《般若佛經》裡的指引 去略知多少 但起碼也要有一個 趨向 知道佛的境界是解脫自在的 這個時間 這是無有一切境界之上 相記不存 所以 我們眾生作為防腐 有面對外面六種陳景 事不然有我和外面陳景的相對 但這正正就是煩惱所在 佛教講出能所這兩個情況 能見所見 能收所收 這個概念未曾盡的時間 不能成佛 所以 有些外道聽到這件事 無有能所 真的不用收 這不是灑奪 這叫本屁 很多人說這叫本屁 爛尼腐 不能上壁 所以 這個功夫 真正正正是從真正做裡面 做善事 而不著做善事的相而自然 做善事 你子惡事 而不著這個子惡事之相 也叫自然 所以這個 《徐順真如》 不是這個 《徐順真如》 這個道理 不是這個 《徐順真如》 《貪真之外做業》 所以 再講一次 《金剛經》第23份 說到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 收一切善法 值得阿羅多羅三妙三無敵 他沒有叫你收一切惡法 你摩佛教講空 空善惡 善惡都空了時間 你就殺人糊糊 你就當做功德 這件事不可以這樣做 不是這樣的說法 仍然有這個 有這個因果 一切都尤其安立 所以 世上的人 希望斷除這個境界 這個網經界 正如《方鄰居》所說 我補充上次所說 有一個愚蠢的人 他晚上走路 燈光照著他 看到自己的影 他不希望自己的影 不希望自己的影 存在 他慢慢走 誰知道他一直追著他 原來燈光照著他 燈光照著他 就不見到有影 所以你想停影 就停照著你身體的光 才能夠停止他影 所以你要除煩惱 就從心方便去做 所以 當年我自己也讀文學 當時我們講文學的時間 都講到 譬如說今天下無無細雨 究竟是否好呢 對於那個在殯儀館出來的人 他剛才送完殯 這個很難過 他的自身已經死亡了 他步出殯儀館 看到無無細雨 真是倍增傷感 但是對一個 這個蘇人百客來說 今天清晨起來 吃過早餐 健康很開心 作詩 他看到無無細雨 大有詩意 很多詩情話意 很警戒寫出來 所以無無細雨 這個情況來說 沒有所謂好與壞 是你個人本身的心態 是怎樣而感覺 無無細雨是好與極壞 這也是其中一個 粗略講解 萬法為心的情況 所以你不能夠改變 無無細雨這個情況 難道你單把傘遮住天灘 不要下雨 你有多大把傘 但是你改變你的心情 一切都改變了 所以為其心正 執罰討正 這已經講出了這個道理 這當然是一個粗略 層次的解釋 如果有自衛的人 若來妄念 則無一切境界之上 這段資料 就能夠 如果是因緣到時節節 九願劫以來 收集功夫 收行功夫好的時間 可能因為這句經文法語 開誤見盛 都不出幾天 所以變成了一柔的說法 有人說居士 你開刑沒有 我說見姓沒有 告訴大家 我經常都引起這個全衛法師 這位大法師 他講寧言經很出名 已經不在世 我很尊敬全衛法師 他曾經在世 他講經的時間 講到這個道理 他說我們講經的出街人 他講自己 和大家講佛法 講經 不是說什麼 只不過和大家遠藉菩提之恩 即是說 雖然我們未曾能夠有這種菩薩的功夫 解脫生死的能力 和大家遠藉 中藉的藉 作將來成佛這個菩提的恩 因為佛法 佛經 無論是來自經 或者論 都是佛菩薩所講的 都是佛法 都是不可思議的 一力耳根 永成道總 能夠耳朵聽過這句佛法 成為將來成佛的種子 能夠見過經文 看過這句佛經 重目經 過過眼根 無論是眼根 耳根 都是成為未來成佛的種子 那時候 等於你買了一件原木的傢伙回來 是未曾游漆的 你游漆上去 一層一層的游 它越來越漂亮 所以 以佛教講的 《喜倦論》講的 這個屬於分集 你越分集很多 經文分集 你自己的第八色填越多的時間 你自己 這個善種子 善根有個胸口 不可思議 善根胸口 有什麼好處呢 就能夠防止摩障呢 《未來喜倦論》會講到這個道理 何謂摩呢 將道是為摩 將外你修行無上正法之道 所以這也是 是否 多聞經教 多眾經教 多學經教 多念佛 多念觀音菩薩 有關的 這些全部都是行門 都是講分集我們的第八色填 所以我上次也講到這個道理 現在講到這段 《事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上來》 這段我們再補充 所以 講到這個何謂摩症能生萬法 六祖 在這個壇經裡面 大切大忍的時間 都何謂摩症能生萬法 所以 既然我們自己的心性 能夠產生這個萬事萬法 你如果是 依照這個順其因緣而行 行善的時間 只不如有好的因果現前 好的果報 行惡法 只不如有惡的果報現前 這個當然了 所以 上次或者比較聰明一點 還要詳細解釋這段 現在和大家講一講 《天台中第四十三代祖師,看人好,法師好,尊敬》 在他的語錄裡面 其中有一段 是講到這個道理的 《看人法師》 他講到 這個信願念佛 講到這個 正是 《看人法師》講到這個道理 他說我們的信心很重要 這個大乘起信論 希望大家能夠起這個大乘的切心 發起這個大乘心的時間 大乘心 這個心態成不成熟 當然要實信這個境界成就 但起碼你未曾成就實信這個境界 起碼初初你都要中這個信的種子 雖然 切與不切 有極大關係 不如我們法院 我們學佛了 求鳥生死脫零梅 求成佛作祖 大家都是法院 人家法院是切實 我們法院是否吃生菜 如果你法院 當年同時 和朋友一起法院的時間 為什麽今天 人家繼續精進 你已經產生退心 認識了個男朋友 女朋友 想著你不信佛 信外交 你的願 怎麼會是切 不是切實 所以 願不切 行不不實 只不然是沒有這個成果 所以 願之切與不切 有極大關係 你講一句佛教的道理 如果你能夠明白是信的 自不然是好 但你的信心 不切實的時間 你不會依教奉行 所以 所以看人法師 他引起這個 《彌陀經要解》 這裏我會講一講 這個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重要的要解 解釋個解 是我們淨土宗 第九代祖師 偶翼大師 明朝的高僧 他所寫的 這個 是非常精闢的 要解釋這個 這個正道法門 當時 《彌陀經要解》 指《阿彌陀經要解》 《德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 《品為高下,全憑慈明之深淺,是真實與有》 能夠產生信心 能夠切願求生淨土 這個是往生淨土最重要的 至於你往生淨土的高下 能夠生上下品、中品、上品、九品、田花 就看一些念佛功夫的深淺 講到這裡 我有一點要補充 有一位當代的出家人 可能不在世,是藍中 他曾經碰過這個道理 看人法師又是講出淨土宗的名句 而印港法師更加嘗試讚嘆這段法語 第二,我不講名 他本身來說 所講的法是戒定為出生死 怎會念佛的時間就可以求生淨土 這就是以出家人的姿態去捧佛法爭三寶國法 無論你對經教有多認識也好 你自己都是破壞眾生的信仰 破佛法爭的信仰 你看這個淨土聖元祿 有差不多一千個歷代的人是往生淨土 都是有證明念佛往生的 為什麼你還要死執這個道理呢? 你不明白這個了生死奪聯會 有這個異行道以及這個難行道 這個修道的道 難行道呢 就依戒定為滅這個貪真知識 出三界了生死 但是這個異行道呢 就是依信願行求生淨土 如果佛教是沒有這個信願行 這個淨土法門 念佛求生阿彌陀佛淨土的時間 就不能夠證明佛教是大慈大悲的 我問你 你講出這句話 這個是出家人 我不要講名 你本身有沒有能力 靠你們的界定位 去了生死奪聯會 如果你自己都不得的時間 你還講什麼經 你還講什麼法 你可不可以講 你自己有本事 依照你自己的界定位 別貪真知 正是旁經這個道理已經是錯 已經是將你了生死奪聯會 所以我們依材歷代的高僧大德 以及有修有證的這些修行人 去相信這個淨土法門 不要以為它是方便說 怎麼會這麼容易 界定位 是佛所講的 信願行都是佛所講的 你不看阿彌陀經 你不看佛說《無論壽經》 你不看《無論壽經》 你不看《無論壽經》 是不是都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佛既然講出這個界定位 以及這個信願行 兩種求生的方法 兩種了生死脫亂陪的方法 為什麼你死則佛所講的一樣 而佛所講的另一樣 好像有個朋友 他告訴你 你是一個好人 不過 你不是你老爸生的 你是撿回來的 其實 滴血 或者不基因 全部都是你爸爸所生的 對方說是旁你 他稱讚你是好人 但是說你不是你爸爸所生 說你是野仔 那這個人是好心還是不好心 他稱讚你是好人 但是說你不是你爸爸所生 就是說 同樣是佛所講的兩種法門 難行道 就界定位滅 貪人之 以行道就信願行了生脫死 都是釋迦牟尼佛 金口所說 為何你要旁一樣 而賺一樣 賺一樣 賺一樣 而旁一樣 不要你是出家在家 我也是這樣告訴你 所以變成了 口業可怕 未曾研究經教的出家人 可能沒有什麼做法 或者在家舉事 研究經教而三腳貓功夫 就講出這件事 大德高僧許雲老和尚 體行法師 印光法師 弘銀律師 我只是選這四位 已經全部是 勸人念佛往生 你憑什麼資格去攻擊靜土法門 所以 《喜順論》裡面 馬明菩薩 都是講出念佛 指明是念阿彌陀佛求生 阿彌陀佛收穩教育世界 所以難怪有些所謂的佛教學者 可能有些出家或者在家 就攻擊《喜順論》 說他是偽的 其實不是《喜順論》 是一些人偽 明白這個道理嗎 所以現在能夠 正所謂的信願 這個很重要 為何呢 既然萬佛為心 你的信心是否為心而產生 你的願力是否為心而產生 你念佛這個行 是否為心而產生 既然信願談的時間 能夠與真與相應的時間 是求生淨土 你就不是求生惡土 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對於以多小經教 認知而攻擊正道法門的人 請你細細想清楚這個道理 細心 而繼續再講到這個道理 當年保證法師 他講的法語裡面 我多小補充 講這個不可破壞 這個心性不生不滅 這個如來藏妙真如性 一法加拿大 勇上法門體 講這個心性不可破壞 是不生不滅的 如果有一件事 它是有生 它是有滅 就可以破壞 如果它是實際上滅 也會因此 將來有預言會產生 也不是實際的 所以唯獨士 不生不滅的 萬法的本體 才是不受破壞 所以 我上次講到 海面上 生生滅滅的海浪 是生滅 但是唯獨士 都是不能離開 一個不生滅的海 相對於生滅的海浪 這個大海 沒有生沒有滅 然後才有生滅的海浪 在海上現出 所以 這個心真如者 是說真心 它本身是不可破壞 因為它是不生不滅 這是其中一種證明 而離相得無相可破 由於這個本體 正所謂 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它本身來說 是離相 所以先無相可破 先是不生不滅 有相可被破 他們有生有滅 所以 從解行之力 令到 我們能夠成就這種解決的事 也因為有這個不生不滅 我們自己 正所謂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簡稱就是我們眾生的佛性 所以 講到 畢竟平等無約破壞 未來講到 這個 這個 萬法的本體 是無所不騙 所以眾生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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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的可能性 由於這個 由於這個 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是騙一切 是騙一切眾生 騙一切眾生的心 所以眾生 都是有成佛的可能性 如果這個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這個心真如 它不能夠騙一切的時間 正所謂沒有這個體相 用這個體大 這個大功德的時間 有眾生何不能騙 那時間後來有眾生 因此而成佛 所以佛教講一切眾生 皆是未來佛 問題就是 你是否遇到這個學佛的因緣呢 這個就是重點所在 所以 假借這個言語 去表述這個法的意義 叫做假言以全法 全式的意思 這個屬於依然真語 是藉著這個文字言語去表達 解釋真語的道理 而文字般若 文字的智慧 就講出這個名句文 這些名相 集名相成為這個句語 集這個句語成為這個文章 就講出有這個經典 有這個論文這個道理 所以 屬於研教 就是釋迦牟尼佛 諸佛菩薩 以文字留下給我們一種教法 叫做研教 所以不要大言不慘 佛教是無相的 佛經是沒有的 金金經說 若人如如我所說法 周圍彷彷 佛所講的法性是講不出 但是佛所講的法相 還有文字般若 譬如金金經五千多個字 是不是文字般若 你能夠說五千多個字 不是般若 明白這個道理嗎 所以無相的般若 是指實相般若是講不出 佛講不出這個實相般若 是要自己去參 去修正的 但是文字般若是有的 對不對 所以不要亂 所以 戒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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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戒爾 戒爾 寫出來的戒字 戒塞子的戒 不要草花頭 以字 阿美陀佛的微字 不要公字邊 戒爾 即是自微自細 正所謂 我們一念的心性 似乎很小很小的心念 但是影響我們未來是至關重要 所以 正如都講過 一個大海 它的味道是鹹的 我們不需要喝完整個大海的海水 才知道海水是鹹的 你試一滴海水 都知道海水是鹹的 所以 一滴海水之鹹 代表整個大海之味 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 我們不要漠視自己當前自己的心念 一個念頭 這個和十方法界 稱為一法界大總上法門體 是有至關重要的連繫的 而我們這個心 這個真心實上 真心實上 這個心 即是一法界大總上法門體 這個心 從來得 不希望 就叫做真 如果我們的希望 這個心 希望的時間 何而有眾生修行成佛 那我們的世尊釋迦尼佛 怎麼可以成佛 就是因為有這個真心 所以令到佛能夠當年行菩薩道 所以成佛 所以有這個 具備這個體相用的作用 所以視為真心 有所謂過現在未來 而由此 我們再講到這個心量 不可思議 現在呢 講到那麼多佛教的法理 就有一段 資料挺有趣的 和大家的講解 講出了這個心量的道理 我再正式講前 想問 一講及弟 那你想做什麼 狀元及弟 那你是佛弟子 如果你是及弟竹 你當作不是的 好 你一聽及弟竹 好吃 又說有豬紅 又說有豬肚 那些 我們吃素的 我們佛教弟子 不講及弟竹 但是 藏元及弟 對了 現在這段資料 就是來自 五台山傳記 大致文殊師利菩薩 靈應錄裡面的一段資料 文殊菩薩 是佛教掌門 代表十方佛的智慧 現在講到當年唐朝 在外中國唐朝的時候 當時有位很著名的居士 叫做龐居士 有沒有聽過 龐居士 這個龐居士 雖然他是在家人 但是他得到這個禅宗的心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年 在唐朝的時間 當年唐居士 是參與馬祖道一禅師 因為馬祖道一禅師 跟他對答 所以 當時唐居士開悟 他開悟了的時間 他曾經說了一首很出名的解訟 這種解訟 你們大家去佛教 這個禅堂參禅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的 我告訴你 你們會記得 這首的禅計是四句 就是當年唐居士的開悟 雖然說參禅 但是這首是來自居士 當然 龐居士是菩薩 不是簡單 不是普通的居士 這首九點說 他十方同聚會 個個就學無謂 此事選佛場 心胸及弟歸 說及弟了 不是說及弟宗 也不是說狀言及弟 是 他怎麼說法呢 他是十方同聚會 即是說十方來自這裡 來到這個道場 去參學 去參禅的人 無論你是曾族 都是 同聚會 來到這個殊聖的法會 個個都學無謂 個個都希望是了生死脫輪 脫頓梅成法作組 是不是 依照無違法的修行 無違法是不修不滅 有違法是有生去滅 至於金剛經紀七份 一切言聖皆以無違法而有痴別 是否無論你 聖民四國 或者菩薩十地 都不能離開無違法的修正 而有這個果證 所以無違法真如 無違法真如 因為珍如的修正 而有這個詩別 有這個果證的詩別 所以個個來都學無違法 都是學佛法 指這個大乘佛法 因為這個禅修 是大乘禅 這個指這個大乘佛法 當然是指成佛 此事選佛場 這個去到參禅 什麼叫選佛場呢 誰能夠有成就的時間 你道業精進 甚至不然 有修行方面的警戒 甚至有果證 最後這個 心胸及帝歸 所以解釋什麼叫及帝呢 我們中國以往 千百年來是科舉制度 一般民間的人想出人頭地 正所謂考 這個村 村到鄉 鄉到城鎮 去到皇帝宮殿 去到京師 最低的 這個文人的身份 是秀才 再上舉人 去到皇帝皇宮殿 考到鎮時 考到鎮時 鎮時 鎮時最高 是狀元 接著是綁眼 接著是探草 傳勞 所以 狀元就是鎮時頭 那時候 你不憂母老婆 只不如有很多公侯帳相 達官貴人 希望你做的女婿 甚至皇帝的女婿 的公主也會嫁給你 所以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 及弟 即是能夠 有功名 這時候 這個字不然是說當官 做官 但現在 說到這個身兇及弟歸 就不是說你去考狀元 這個及弟指 你考修行上有成果 有果證 你想及弟 即是怎樣 希望你能夠高中其位 能夠修行有果證 的時間 你要怎樣 心兇 我們的心兇 什麼心呢 是我們的妄心 能夠兇 能夠兇除妄心 就不會因為妄心而造業 就不會因為妄心而招致未來的惡報 這個時候來講 心兇及弟歸 所以重申 實方同聚會 就個個學無謂 此時選佛場 就心兇及弟歸 很多時候 參詬的時間 入禪堂 就看到這首席 來自龐居士 龐允居士 唐朝的大居士 這個時候 現在這段的資料 是幫助我們理解 真如 幫助我們理解 如來狀妙真如勝 幫助我們理解 一法界大總相法文體 幫助我們理解 大乘喜信論 所以我印出這段資料 在我們中國 徐朝的時候 當時有個出家人的名字叫寧憂 悉寧憂 出家人都是姓悉的 悉加麻利佛的悉 悉士弟子 順便講講 為什麼出家人姓悉呢 因為佛在經裡面講過這個道理 四河入海就無福何名 四聖出家就同為識士 因為印度當年有四聖階級 是非常不平等的 最高的婆羅門就是祭司級 第二就是拆帝利 做皇帝 公后將相 這些大官 第三就是廢舍 士龍公商 最後最低叫守陀羅 戰俗 所以很慘 所以他們認為 沒有佛教以前 他們認為 婆羅門是大凡天王 頭頂出 將來是生天 如果守陀羅族 就等於大凡天王的腳板抵出 死後也不會有來生 你怎樣作戰他殺他也不會有果報 所以很慘 所以印度是一個種族階級 非常不平等的地方 所以守陀羅戰族的人很慘 甚至有婆羅門 有其他俗性的人經過 你不可以靠近他 因為你的影子 如果被他踩到 你的壞運都會影響到他 那麼可憐 很慘 所以做守陀羅戰族的人 即使去做苦工 幫這些貴族 去賭糞 你要在他不在 你先幫他賭糞 那個糞糞 那個糞糞 我告訴你 如果他看到你賭的時間 你都會令他 有行水分 可能要勾你的眼睛出來 這麼慘 所以為何佛教在印度 產生是有原因 而呢 有意思的 而釋加密尼佛 他就講了這個道理 他說四勝出家 四海入海 等於東南西北四條河 都是分別流入大海 都是四河入海 同無伏河明 大家都不是叫河 都是清涼海水 四勝出家 無論你是 這個 婆羅門 拆帝利 廢舍 以及守陀羅 四勝的人 你出家 同為識士 都是釋加密尼佛的弟子 所以佛教 所有出家人 都以釋為聖 就是這樣解釋 釋加密尼佛的釋 而呢 隨朝的時間 這個出家人的名字 叫釋令休 令 明令的令 就是休釋的休 現在令休法師 是我們中國當時河南省的人 有歷史的 有歷史的 他平時 他人非常之樂於四處 尋訪聖跡 正所去尋訪明山 去探訪 遍歷各大明山 中國有四大明山 很多明山 佛教的地方 他們聽到清涼山 清涼山 清涼山上 是民主菩薩 化跡的地方 民主菩薩的地方 在我們中國清涼山 民主菩薩是金色世界 靈感異常 所以人家說靈意 是指靈感異常的意思 很靈感的 民主菩薩 非常之 微妙不可思議 當時他非常嚮往 想去清涼山 清涼山 即是五台山 去朝禮 大致民主菩薩 但由於這個念頭 已經在心中存在已久 有一天忠於機緣成熟 所以令幽法師 就動身 去到五台山 即是清涼山 求見民主菩薩 你知道 佛教有一個說話 眾生有感 菩薩有應 所以感應 你不要只把責任 擺在佛菩薩 你是不是誠心去感 然後才菩薩應 你 要這樣看 等於你 我開一個收音機 你開一個時間 頻道都不對 你怎麼會聽到那個電台 AM、FM 你都要搞清楚 這個時間 你的數字是扭錯 你收不到的 所以我們的心 是不是真真正正 是誠懇的時間 這個很有關係 當時 另一法師 志向很堅定 心意也很狠切 去到五台山 清涼山 民主菩薩的道場 就在古墨幽勁之間 來回去尋訪去找 找很久 都找不到 有一天 在無緻之間 就遇到一個很奇特的出街人 當時 這裏沒有解釋 如何奇特 但是他看見對方 是與別不同的出街人 出街人 出街人 另一法師 就跟他鼎禮 就開了 就問對方 他專程是聖者 啊 你是聖者 聖者啊 你住在這裏 你對這裏 一切都應該很詳細 很認識的 即是肉枝山中路 衰問過來人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如果你武功敬心 不向人請教 你怎麼知道呢 這樣 所以 當時 另一法師 對這位 很奇特的出街人說 他說 我在河南那裏來的 我很早就聽聞過 這裏 五台山是大聖民主菩薩 種種的靈感 事宴的地方 現在我來到這裏 但我走遍各地 在山道周圍去過很多地方 但找不到 看不到文殊菩薩 那麼 這樣的時間 如果你明白 文殊菩薩的鑄石何處 這個鑄石呢 鑄石就是石像的石 佛教有些人說的蟬像 外界人拿著的蟬像 有四邊 四背的邊 通常有三個環 以前我也解釋 現在帶出一點點 外界人拿著的蟬像 頂頭有四邊 就代表佛教 複雜熱道四體 就是聲聞人要修行的 這個課程 而四邊裏面 每裏有三個環 四三一十二代表十二恩園 代表袁國城匹之佛所修的境界 明白嗎 所以代表四體十二恩園 為何不講菩薩呢 你發心就是菩薩 但你也要經過四體十二恩園的修正 所以來講 駐石 即是這個出家人去哪裏 在那裏修行一段時間 是叫做駐石的解釋 所以當時 另有法師對這位奇異的出家人說 如果你能夠知道文殊菩薩 如果駐石在哪裏 在哪裏可以見到他 請你告訴我 這樣 當時這位奇異的出家人 就對另有法師說 你聽著 你一片誠心來到這裏 五台山 怎能夠一無所見呢 但是 因為你的心裏面 存有有見 你存有有見之心 所以才不見 道理在這裏 有見之心 就將來你不能見 如果你無見 你就能夠見 說到這裏有些人就開始 特別有些人對佛教 不喜歡的人攻擊佛教 說到這裏是無靈兩可 不是 絕對不是無靈兩可 你先聽完 如果你傳到無見 就能夠見 無見不是叫你瞎 不是 為何要解釋 讓我先讀完 講完 他説你能夠無見 如果你真能無見 記住 重點就是真字 你真正能夠無見 你不會傳有這個妄心執著 就能夠見到文殊大師 見到文殊菩薩 這樣 而且你 我告訴你 你一舉腳 踏破了文殊菩薩的面 你一走 已經踏到文殊菩薩的面 一抬手 一遞手 捉著你文殊菩薩的鼻孔 已經見到文殊菩薩的鼻孔 即是說文殊菩薩是否很近 你一舉腳都踢到文殊菩薩 一舉手已經見到文殊菩薩的鼻孔 連回避的地方都沒有 文殊菩薩都避不到你 你想見他 他沒有離開你 就在你前面 還有見不到嗎 我首先講講這段 然後再講下去 這些傳記是歷史 你不要當故事看 你解釋的時間 用佛法角度去解釋 你不要用自己的策度去理解 我講到這段時間 其實我再繼續解釋前 我跟你說一件事 我們唐人 特別是廣東人 很喜歡吃 昂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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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正式名字叫什麼 什麼菜 什麼菜 通菜 通菜 通菜是兩個字 如果是三個字 就叫通什麼菜 是的 叫通心菜 我們再講一次 廣東人喜歡吃昂菜 昂菜 它簡稱是通菜 它全叫通心菜 我們吃昂菜的時間 有些粗一點 有些幼一點 但都是通心的 通心菜 通心菜 你吃過空心草嗎 你吃過空心草嗎 空心草你吃過嗎 沒有 一會告訴你 現在先買個關子 那時候 原來 這個 講到這個道理 你剛才說到 這個令休法師 他講了一句話 但這句話其實是妄語 他不自覺犯的妄語 他看到這位 其二的書家人 他說 我走遍了各地 很多地方 山頭到處去 我都不見到民衆菩薩 他走遍了什麼 其實他走遍了什麼 用蕾的角度解釋 你未達深圓 你騙在何處呢 這個騙 你不只是講你腳行的地方 不是講你足跡 而是講你的心跡 你的心行 你未達本圓 你未達本圓 法聖王 現在先講到這裏 然後再講 當時這位奇異的出家人 對另一位法師說 他們一片誠心來到這裏 如何能夠一無所見呢 然後再講 重點在這個見字 見的時候用什麼見呢 眼而變色生意 是否用眼見呢 眼見是見物 可不可以見性 明白嗎 心性 不可以見性 這裏 萬法的本體 一法計大一種相法本體 它不是事物 用肉眼可不可以見到 這個無相的心性 見不到 所以心眼 如果閉了 關閉了 肉眼是難見性的 如果心眼開的時間 肉眼也可以因此而見性 我問你 佛菩薩在哪裏 是否在清涼山 那麼簡單 問菩薩是否在五堂山 那麼簡單 記不記得以前說過 一句話 菩薩清涼月 常游不景空 眾生心夠靜 菩薩應現宗 菩薩代表佛都是 清涼月 如這個夜空上面 清浪的夜空 明月 無有雲霧遮擋 尚有不景空 在不景空之中 無有這個障藝 眾生心夠靜 如果你是眼睛 正常視力 旺向天空 正如你的心中 那個障壁 那些業障 是不障著你的話 菩薩應現宗 你根本上嘗試見到 正如你舉頭目天上的明月 見到天上的明月 為何你竟然見不到菩薩呢 是因為你用錯肉眼去看 你不知道心眼 心眼未開 因為業障仍然存在 所以 正如說 我走遍了很多地方 你未達深緣 悉心達本緣 故名為三 你未達到這個深緣 你只是向外攀緣 這個時間 正如心眼未開 你的肉眼難見菩薩呢 因為你的心裡存著 一個有見 這個有見 就是妄見 所以心存執著 所以 這個妄心作罪 就不能夠正見菩薩 菩薩在你前面 你也看不到 就不能正見 如果能夠無見 就是能夠見 這個無見 是指無妄見 妄見能夠除那個時間 當時的正見現前 自不然見到這個菩薩 他說 你能夠無見 真能無見 的重點就是真字 這個真字 在於有行有正 你的功夫還未成熟 所以你不要傳有妄執 妄心執著 未來喜倫論說 人我執著和法我執著 人我見 人我見 這個法我見 那時候 你如果沒有這個 我執著的時間 沒有這個執著的時間 你根本就在你前面 你一動腳就踩到菩薩 一動手就抬手 就捉到菩薩的鼻孔 他連回避的地方都沒有 菩薩根本就沒有辦法避開你 菩薩就在你前面 還有什麼所謂見 見不到菩薩 當然見到 當時令休法師聽了之後 繼續再說 如果你這樣說 他對這位奇異的出家人 他說 山河草木 就是文殊 那我見到山河大地 一隻草木 難道就是文殊師匪菩薩 你說我一動腳 就踢到文殊菩薩 那麼他踩到草地 難道也踢到菩薩嗎 舉手 碰到樹梢 難道就是摸菩薩的鼻孔 就是這個意思 當時 這個奇異出家人就說 如果山河草木是文殊 這段要留心聽 文殊成年有二字 就有兩個文殊 為什麼呢 他假如說不是 那就變成了妄語 你會明白 我會解釋這段資料 我先講出來 你會明白 這裡實無是非以上 你說是文殊的非文殊都是執著 而且你是從無之劫來到今天 這個所謂 剛才方倫居所說 這個妄心動 這個妄心動 不是你的現象 我不動妄心 不是這樣說 無此以來已經動了妄心 所以有這麼多妄境界 圍著你 在文殊眼中 你從無之劫來到今天 在文殊師匪菩薩的眼中 你只不過是 處於生死之中 處於生死之中 虛生浪死 換水遊山 你不是潮山 你只是遊山換水 老實跟你說 文殊在哪個地方 我待會跟你說 再解釋這段 即是說 他正如說 如果你是 正所謂 佛薩常在你前面 你一舉手頭速 都接觸到文殊菩薩 連迴避的地方都沒有 為什麼呢 是說真如之理 從來沒有離開眾生 文殊菩薩 代表真如之理 是你自己不見的 正如盲人 不見天日 不是天上沒有太陽 所以 由此 即是說 這個 再說 如果照你所講 山河草木就是文殊菩薩 有時候 你著了有 文殊 那就變成有文殊 即是有山河草木 與國文殊菩薩 那就變成義 佛教是不義法門 如果你說不是 你說山河草木不是文殊 那你就屬於妄語 你不明白 因為既然文殊菩薩是古佛所示現 他發生騙一切 為何又不騙這個 山河草木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著了山河草木是文殊 就變成了山河草木之外 就沒有文殊 那就有義法 有兩者 如果你說山河草木不是文殊 那你就不明白文殊菩薩 發生騙山河草木 變成沒有文殊菩薩 也都不對 所以你著了有著了無都是不對的 明白這個道理 佛教就是從中講出了這種不可思議的哲理 所以 索無是非以上 你執事文殊 不能見文殊 你執了非文殊 也都不能見到文殊菩薩 所以 由於從無此以來 你都是 正所謂 是有執著 不是執著是 就是執著了非 不能從是非兩字之中得到這個原容 所以不能見到文殊菩薩 然後 菩薩在哪裡 當時這個奇異的出家人 就對另一個法師說 就在你的微折無間 轉著大法輪 你的一點不曾領回 可惜 可嘆 原來文殊菩薩 原來你的眼睫毛裡面 我問大家 譬如你的視力很好 射箭百步穿揚都可以 你有這樣的眼力 但你睜大眼的時間 可不可以見到你的眼睫毛 看到嗎 看到嗎 我們往往 看到遠的東西 連最近眼睫毛都看不到 所以 這位奇異出家人說 你問文殊菩薩 在眼睫毛之間 意思是當前就是文殊菩薩 轉著大法輪 就是跟你講佛法 你竟然一點也不能領會 為什麼 因為無名的固疾 這個固疾 就是講出這個道理 可惜可嘆 這個可惜可嘆 可惜可嘆 是講出了兩個可字 即是說 白白枉 受力劫輪迴生死 無盡的生老病死苦 你都不知道這個道理 當時另一法師一聽 猛然醒悟 突然間 有一個感覺 於是很誠懇地再次向這位疑憎 鼎禮 其實猛然醒悟 是因為當下當機的開示 說到這裏 大家都知道當前這位奇異出家人是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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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求見民主菩薩 他求見民主菩薩 他一片誠恨 他會不會見到民主菩薩 只不過當前這位疑憎 他不知道就是民主菩薩開示 那時候 這個 當下 他突然間 就 醒悟了 當下 這個 他就對當時這個出家人說 另一法師說 但是我有固疾在身 所以 道業無成 不知道大德 你能不能夠 醫治好我這種固疾 這個固疾 這個固 這個 勞固固字 上面還有一個病字 上面還有一個 這個病字 那外固疾 固疾就是一種積久難治的病 我已經有一種很難治的病 一直都醫治不好 請問這個固疾在身 是身上哪裏有固疾 其實固疾在身是一個譬喻 這個不是身體的病 是心病 我請問大家 一個眾生 十方個眾生 輪回生死 最大的病是什麼病 這病是藥房沒有藥醫的 醫院沒有醫生醫的 連醫生也有這些病 兩個字 沒有什麼 無名就是了 真如相反就是無名 你要見民主 要見真如 無名就障礙了你 所以這個固疾是指無名 但是他知道自己有無名病 我有固疾在身 其實是無名在身的意思 所以對業無盛 因為罪業前身 不知道大德烈能不能醫治好我的固疾呢 現在就求發藥了 不是求發藥 明白嗎 不是藥房的藥 中西藥都醫不到 要求佛教的發藥 當時依珍對另一個法師說 你要藥 我給你藥 聽著 有一種空心之草 即是說通心菜 我們吃的那些 即是雍菜 現在的空心之草 空心的草 不是空心菜 這種草 叫什麼 叫什麼名字 看著 咦 怎麼有人 我都拆了 讓我再寫回它 這種藥 是這樣的一個名字 咦 為什麼 這裡 請大家等我一會 這種草 聽著 由左邊讀過來 證明這兩個字 怎麼讀法 當時這位義憎其異的出家人 就對另一個法師說 你想求藥 我講一種藥 有一種空心之草 這種草 是沒有心的 空心的 這叫什麼呢 讀廣東話 它叫做猛轟 廣東話粵語 這個猛字 它的發音 如果你加了樹心邊 就叫做猛懂的猛 其實你查詞 你都知道 沒有樹心邊 現在沒有樹心邊 和有樹心邊 都讀猛字 就是迷猛的猛 另一個字叫做轟 什麼叫轟呢 以前的皇帝 諸侯 那些大官死 就叫做轟 明白嗎 皇帝死 就叫做駕崩 高的崩 山崩的崩 上面還有山 下面還有一個坪 其實這個駕崩 駕崩就是皇帝死 和這個駕崩的意思是相同的 所以現在要讀這個字 這種空心之草的名字叫做猛轟 很明顯 猛懂就猛 就是死 猛到死 猛到死 猛轟 這兩個字有的 廣東人 我自不然用粵語和大家講解 他說 你應該 找這種猛轟的空心草 來服用 服藥 只要你服用久了 你找到這種藥 長久服用這種猛轟藥 猛轟就是你 你就是猛轟 你的疾病自然可以治好 講完之後 有些人還不知道怎麼搞法 怎麼說到這樣 再講一次 他求藥 希望能夠醫治自己的固疾 固疾在身 無名在身 這位義僧就說 有一種空心之草 這種草藥 他名叫做猛轟 你不要聽他講完之後 走去做草堡買猛轟 你會被人罵你 我再講 你應該找到這種猛轟草 就是猛董 貪真之的癡 無名 服用 服用長久之後 這個服用長久 就是指你參悟 明白嗎 收子冠 猛轟就是你 你就是猛轟 猛轟就是你 你就是猛轟 這個說話怎麼解釋 猛轟就是你 你就是猛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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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另一位法師聽這位奇曾所開的藥方雀 走遍森林山谷都說找不到 後來終於醒悟開悟了 那時候就告訴大家 這位奇曾所說的草藥 實際上不是什麼可以服用草藥 而是空了自己的妄心 所以叫做空心之草 就這樣解釋了 如果妄心沒了之後 這個煩惱當然就不再存在 所以就說了什麼叫空心之草 這個藥方 原來我們的身體 就是猛崩 猛董 無名的 所以萬事萬物 無一不是猛崩 為什麼呢 我們有妄心 做妄業 得到這個妄心 虛妄的身體 所見的一切都是妄境 是不是全部都是猛崩 是不是這樣解釋 所以一切的幻相 虛幻的相 因為它不是真 直到尾 我們說到這個真如 說你的心真如 說這個不可破壞 不生不滅 稱為你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是拒絕這個體相 用三大 我們就是迷失這個 所以就有一切的虛妄境界 一切幻相 原來都是確確實實存在 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是虛妄做業的人 看到一切都以為 確確實實存在 世界上他們的本體就是空 而不是真正有 只是存在於這個世界裡 而不能夠永遠久留 所以它是幻相 它不是真實不變 不生不滅的 妙真如性 不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的本質 那個真如 是從真如裡面 因為妄執而幻現 所以一切幻相 即是無名而有 所以 怎麼能夠永遠存在呢 都是因為我執無名而來 所以 你認為它確實實存在 而是你看來是這樣 實際上它不是的 所以 也可以在一個角度說 為什麼能夠 服用這個空心之草 即是空了你我執 你能夠在這方面做功夫 正所說的 參五 功夫 到的時間 因緣到時節制的時間 孟公就是你 你就孟公 這個我執 這個疾病就可以脫了 所以 我們現在 我們的身體有病 有這個固疾 這個無名之病 究竟是我們的什麼身 我們的業部身 簡稱叫做業身 做業業 得到這個授報之身叫做業身 業身是有病的 請問哪個身沒有病 業身是有病 什麼身沒有病 發身是無病 明白 發身就是真語 總所以 學佛希望 了生死脫輪回 起碼扔下業部身 有機會去到阿彌陀佛 見發身就正發身 所以為什麼 這個無量壽經 講到 到世界見到阿彌陀佛 我們那個是什麼身 清虛之身無極之體 明白嗎 市民這個業身 這個業部身 這個臭皮囊 有細菌可以寄存 有病毒可以侵襲 可以侵染 可以傷害我們 令我們生死痛苦 這個病菌 這個病毒 可不可以侵佔一個清虛之身無極之體 所以 有時候有些老朋友 見到我很多年 好像 不像以前的樣子 老了 頭髮又白了 我不要緊 我給你看看 清虛之身無極之體 這是什麼解釋 明白 說得到 就是這個說法 好了 臭皮囊 一定有生老病死 對不對 因為這個無作惡勢 不然有生老病死 這是臭皮囊 來的 那時候 怎麼會不會老呢 所以暫在世俗來說 能夠老是一種福氣 通少年王那些是好嗎 但是 這個相對於年輕 不能夠有寿命絕到老 生活到老的時間 是比較好 但是始終生命病水 和無生命病水 始終生命病水 都是不好的 我們這個熱步身 不是阿彌陀佛淨土裡面的清虛之身 無極之體 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在阿彌陀佛淨土裡面 另外一個名稱 我們那個是什麼身 叫金剛那羅現身 明白嗎 就不可思議 金剛歷史之身 所以由於上這段資料可以說到 因此 由此 這個令幼法師 他沒有了解到這個心法 原來心病還需心虐醫 佛法的心虐去醫 當然 頓然解脱了 了無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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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徐朝 開王二十年的時間 他打坐 已安然 離世 所以 他去世那年 世壽就是73歲 他是73歲 能夠修行有成 現在很多人說 現在70歲不好 人生七十古來欺 古人說 現在八九十歲 七八十歲 很普通 當然 肉身壽命來說 你是長過人 但是智慧的 那種靈悟 你又好不好多個人 人家73歲 已經能夠乾燃 打坐 離開人世 修行有成 甚至可能往生淨土 如果是有緣的話 如果是有緣的話 所以很多人 70幾百幾歲 來到加拿大 加拿大好久 又買屋 又有靚屋 又有靚車 又不用擔心子女子女學業有成 成家立業 自己又有錢 每天去哪裏 去釣魚 去打獵 買一支靚獵槍 打紅 去射鹿 還未知道殺業可怕 所以我大膽說一句話 智慧 先不說智慧 世界上一句話叫做 經一事長一致 但這是原則來的 但不是這個原則 每個人都對用 不是個人 年紀越大 智慧越開 不一定 反而也有機會 在網執越來越重 做業 所以 你能夠在這個 年長的時間 已經知道這個道理 而不殺生 而辭訴 念佛 學佛 求生淨土 就是多恭喜 如果你是年輕 也是這樣 更加好 如果你童年已經有那種善根 不可思議 但到你八九十歲 到臨死前 你還是掛著那塊肉 還是掛著殺的時候 這真的 沒辦法恭喜你 所以如常所說 原來 這個 猛君 如果你以貪欣痴來說 就是痴 如果你以鄧森民來說 叫做蒙明 如果你的幻化什麼相 就是我執 這是我執之相 都是需要借到佛教的法約 是將它是醫治的 好了 既然講這段資料之後 又回應《喜訊論》所說的 因為 心胸及帝歸 這個心胸 是指你修行的功夫 即是有修 這個及帝 即是指有正 你能夠有修有正 自不然是有壽用 自不然是有壽用 自不然是高中其位 修行 即使未能夠正到 這個聖民四果 菩薩十地 起碼都能夠 因為自己的正道之良 求生正道往生 見阿彌陀佛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 為何能夠做到這個 此心 這個道理 因為正如 此心 從來 不妄 就為之真 具體上用之真心 所以 由於 他本身來說 是 過現在未來三世 都沒有離開眾生的時間 眾生只要 能夠 依罪與自己的善根 遇到這個佛 原學佛的時間 都有機會 近 將能夠了生死 脫輪迴 遠 將能夠成佛作祖 得大自在 那麼 在我們中國明朝的時候 同樣是明朝 我們天台中 佛教天台中 被三十代的祖師 三十祖 有一個叫做邱溪大師 他叫做全燈 邱溪全燈大師 就是他本人 邱就是沉邱探秘的邱 邱就是溪水的溪 邱的大師 曾經有一篇論 他寫了一篇論 叫做生無生論 裡面有一個名句 他如何說 法界原容體 作我一念心 故我念佛心 全體是法界 有沒有聽過這幾句 法師已經開始說過 他先說 這個法界 等於喜訊論所說 這個一法界大總上法門體 原容體 所以 何為原容呢 一隻眾生都不能離開 這東西 個個都因為不離此體 愚法修行 可以成佛 所以 作我一念心 現在 我不能見到這個法界原容體 但我現在一念心性 都沒有離開這個原容子體 說明原容子體 沒有說不騙你 那樣是騙你 所以現在你一念心性 都沒有離開這個法界原容體 這個本體 所以我念佛的心 現在我將這個心念去念阿彌陀佛 念佛為了代表 全體是法界 原來我這個心念 就和整個法界互通 正如一滴水 跌了到大海 你又找不找回這滴水 這滴水找不到的 它就是大海的總體 所以 重新 阿彌陀佛又稱為這個法界撞身 它的法身就是佛的法身 是騙十方的 講到這裏的時候 來講 這個 所以說這個大總相法門體 就是講這個法界撞身 所以可以知道 念佛的功德 是何等殊性 而一佛界大總相法門體 是指一大體 而根據這個佛所講的法據經裡面 曾經講到 這個心羅及萬象 一法之所印 這個印 印正去印 意思是指含涉 包含 包含 包裹 即無盡法門 同歸方寸 這個方寸 就是指心 這個心就是什麼 一念 明白這個道理嗎 所以故我念佛心 全體是法界 所以我們在聽起信論的時間 甚深的道理 我們還未曾像菩薩一樣 證明到那種道理 但都能夠在聽起信論的時間 借助這個道理 了解到 可以借助念佛 而融會 這個起信論的道理 而修行 不是要聽完整本起信論 才可以這樣做法 講到這裏的話 也是以另一個角度解釋 法界圓容體 作我一念心 以個故我念佛心 全體是法界 這幾句來自這個生無生論 這句話題是大不離小 法界圓容體 作我一念心 就指大不離小 法界圓容體 是不是大 一念心 是不是小 那就大不離小 故我念佛心 全體是法界 念佛心 相對於法界 就是小 全體是法界 就是小不離大 換句話說 這個已經講出了 過中這個道理 是大小相容的 也因為這個原因 現在有一段來自體人法師的開示 幫大家理解一下 當時體人法師說到一念之動 現在說到一念方寸 一念方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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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心念之微細 當時體人法師說到 一念之動 我們只要動一個心念 這裏就用四個角度解釋 第一句 即十方法界 第二句 三世時劫 接著這句 一切生佛 接著第四句 一切和福 之所關係 怎樣解釋呢 即是你當前一念 你和一個念頭的時間 第一 就是和十方法界有關係 那十方法界是屬於時空的時間 還是空間 十方法界 就是空間 就是空間 時空的空 那 即是你動一個念頭 是關係到十方法界 和十方法界 和十方 這個空間 有關聯 也和三世時劫 有關係 劫就劫 劫 劫 很長久的時間 代表 三世時劫 三世就是過去現象未來 即是時空空間的時間 所以十方法界 即是指這個空間 三世時劫 即是指這個時間 即是時空 你懂的念頭 就和十方法界的時空 都有關聯 第三 跟一切生佛有關係 生就是眾生 佛就是諸佛 你究竟是想繼續做眾生 而受輪迴之苦 你希望去向無上佛道成佛的境界 所以 第一 十方法界是指這個空間 三世時劫 就是指這個時間 第三 一切生佛 是指類別 究竟是想成佛 還是繼續做眾生呢? 所以有些人說 生到病死 人之常情 是這樣的 照殺照食 要輪迴的 那些人是本屁 就是不治外 你不知道自己有成佛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 你萬法為生 你想做眾生 你繼續做眾生 未想成佛作 你要生死脫輪迴 你就繼續修行 依佛法去做 這就講到類別 你自己想怎樣呢? 沒有人可以改變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所以 這個指類別 是指第三 一念之動 一念心性 同一念心性 也包括一切禍福 指這個果報 原來你動一個心念 當下一念 方寸一念之心 就已經涉及這個十方的空間 以及時間 過現在未來的三世 以及你將來做什麼類別 你想去做什麼 以及你將來的果報是什麼 所以佛教上已經是念阿彌陀佛 這樣解釋 所以 所以 當年太陽化師 他用科學的方法跟你解釋 比如 無線電 此法就比應 由這道法 這個無線電 正常的發布 這個電訊 你現在發布 那裡收到 好像現在的上網 打手機 電腦 都是這樣網絡 這道法 那裡應 正所謂一念 一念 一念之毒 只是你一個念 念頭的作用 不可不辨 這個念頭 會影響到十八界 過現在未來三世 所以 也講了這個道理 起身動念 是重要的 原來 應於喜順論 講到 心真如者 心性不生不滅 這是不生不滅的總聖 這個 不生不滅 我們有佛的總聖 不生不滅就是佛聖 真如 沒有離開我們 正如萬樹菩薩 沒有離開我們一樣 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離開佛菩薩 有沒有想離開真如呢 背真如 脆無名 自然就是痛苦無盡 因無名而產生這個 無盡的痛苦 那 繼續再講到 這個 當年 這個 也都講到 這個 這個 講到這個法界 講到一法界大總上的法門體 是萬法所依止之處 即是講到心 正如 碗中的飯 杯中的水 碗中的飯 不能離開這個碗 而有 杯中的水 不能離開這個杯 而存在 所以 飯好與水好 不離這個碗 而 萬法都言出於此 萬事萬相 都是沒有離開這個 真如的心 都是因此而安立 是沒有離開心 所以 氣世界 這個 氣明的世界 成在一切的事物 我們眾生存在哪裏 就是存在這個心 這個真如 一法界大總上法門體 當年 六祖菩薩在壇經中開示 他曾經說過 甚深法界 講到這個法界 這個 這個 甚深法界 即是指一真法界 也講到這個 一法界大總上法門體 即是喜宋論所講的 當年六祖菩薩在壇經 第二品講到 他是若若入神深法界 及波野三昧者 衰羞 波野行 持眾金剛波野經 即是金剛經 即得見成 當之此經 功德 無量無邊 就是講出這個道理了 為什麼 借助金剛經修行 金剛經是智慧 波野智慧 而諸佛是以波野智慧為母 母親 無有波野 無有諸佛成就 所以 這個道理也講到 而金剛經是講無念之行 無念就是無妄心 正如文殊菩薩那段開示講無妄心 所以無念之行有什麼好處呢 兩大好處 第一是正真如之體 真如那個本體 第二是顯真如之用 顯真如的妙用 所以一切功德神通妙用 都從真如而來 從真心而有 本字具足 但你不收就不能夠顯 這樣解釋 另一段 綠祖壇經 第十品 當時 講到 歸必有所 歸必有所 指法界 所以 當時綠祖說 諸佛出現就由是涅槃 有來必去就理亦常言 吾此形骸就歸必有所 錄祖要完席的時間 他自不然之後要離開 化園終要盡 他說諸佛出世上者 有涅槃 這是指應身佛 就有示現與及有涅槃 報身就有生無滅 法身就不生不滅 既然說是涅槃 有來必去 理亦常言 所以綠祖的不齒形骸 歸必有所 我自不然有所去 明白嗎 講了這個道理 其他有所去 就是回歸真如入 不離真如入 所以正如海 是種水之源 法界 就是眾生的本源 試問眾生 有沒有可能離開這個法界呢 所以這個 當年 我記得 水果魯法師 知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講了這個 李和尚 他是福建人 他將要完席的時間 他說 我是廣東人 我自不然不懂得說福建話 勉強說幾句 很醜 講了李和尚 最後來講幾句 摩乃摩奇 摩大字 他說為什麼 無來無去 無事 人家說師父在哪裡 無來無去 無事 那麼 有什麼來去 一刹來去都是虛幻 這些菩薩憎 有人說 講了我和尚是地藏菩薩 甚至是古佛所示現 不奇怪 他是大修行人 他是一生 勸眾生念佛往生 所以 暫在這個 應身來講 有來有去 應緣而來 應緣盡而去 但是發身沒有下去 所以 諸佛菩薩 沒有離開真餘 何來有來去 所以 歸必有所 這個指 未來 這個喜順論講到這個道理 所以 變成一佛界大總像法門體 何來有來去 所以 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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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 有踏上海水上 成為浪 跌下去成為海水 請問生滅的海浪 有沒有離開海 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離開濕性 會不會是他一粒浪 一粒浪的時間 不是濕的 跌下去的海水 他就會濕 無論是是浪花 不是浪花 的海水 都沒有離開濕性 明白這個道理嗎 所以 我們這個心 唯一 砌法的本源 凡聖衣正 無論是凡夫 是聖者 醫部 與正部 同樣因為這個心 而能夠顯現 所以 正所謂 這個 不思則以 世上 就知道可怕了 我們 這個順其心聖 行善積福 就去向佛果菩提 如果我們作業的時間 就因此可怕了 所以來日如何 來生如何 苦樂如何 我們要知道這個道理 都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心念 所以 只能夠向智人道 不能夠為痴人明 這個道理 有智人的人就明白 善根成熟 不明白的時間 他不會明白 好了 由於這個時間關係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一起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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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彌陀佛